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case而已啦 小怪 你每天一定都很用功 成绩才会这么好哦 才没有嘞 我根本都没有念书 随便考就一百分了 啊 没有念书就考一百分 真好 我每天都花很多时间读书 却从来没有考过一百分 没办法 谁叫我这么聪明 小怪 既然你这么厉害 可不可以教我数学啊 哦 你才考三十分哦 啊 三十分 很难救哎 我们的程度差太多了 教了你也听不懂 阿明 没关系 我教你 啊 真的吗 虽然我只有考七十分 但是我一定会把我懂得都教你 小强 谢谢你 小强 谢谢你 不用谢 不用谢啦 快过来去 Zweep 好 好厉害 哇 没想到小乖成绩好 运动也这么厉害 阿民 你有没有怎么样 没想到功课差 运动神经也差呀 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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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 这个先加上这个 然后再乘以这个 我懂了 原来这么简单啊 嗯 对啊 一点也不难呢 那这一题呢 我们休息一下 去打球吧 可是 我不会打 很简单的 我教你 阿民 接招 我接到了 我接到了 你看 跟你说很简单的呀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选本学期的模范生 请同学提名的时候 顺便说出提名的原因哦 老师 我提名自己 因为我每次考试 都考全班最高分 而且很会打篮球 嗯 嘿嘿 还有没有其他的提名啊 老师 我提名小强 小强 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不但帮我复习功课 教我打篮球 还经常鼓励我 嗯 小强 真的吗 很好 现在请同学投票 美人一票哦 哼 把票投给小怪的请举手 我 我 我 小乖一票 嗯 为什么 没有人选我 你成绩这么好 你这么会打篮球 把票投给小强的请举手 耶 我宣布 小强因为热心助人 发挥有爱精神 当选本学期的模范生 大家好 我是小乖 虽然每次考试都一百分 运动也很厉害 但模范生却不是我 以前都以为 考试第一名就是天下无敌 所以就很骄傲 可是 却忘了 除了成绩以外 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事情 像小强 谦虚又热心助人 反而更能赢得大家的友谊 以后 我一定会向小强学习 当一个成绩与人缘都好的人 也是 因此 准备 这是 废小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